封建时代的思想有多坑人 女孩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哪怕她是小屁孩 哪怕她是人渣 女孩也只能三从四得的一生一世一个人 17岁的秋菊嫁给8岁高耀宗 被她多次抛弃的四海卫生 直到89岁的高龄 才能回到福州老家看一看 想起曾经高家的一切 想起曾经爱自己的小丈夫 却早已物是人非 她直呼一切都变样的 在外面待得有些久了 秋菊有些头晕 幸好大孙女丽云及时赶到 将秋菊接回来家中疗养 不知道是不是秋菊的时日无多了 曾经的那些人和事都冒出来了 需要秋菊给一个答案 秋菊的丽天企业规模很是庞大 吸引了投机商丁建制的规规 丁建制父子开了一家国制政权 只负责帮丽天经销股票赚钱 但他却想通过重组理事会和交易股票 将丽天企业归为己有 他用欺骗或者武力的方式 联合了几个小股东 尤其是天阳实业的代表 签署股东委托书 委托他介入丽天企业的管理运行 丁建制就是昔日仇敌管家的孙子 当年管家为谋夺高家的财产 险些弄得高家家破人亡 如今他的后人丁建制 依旧死心不改的丁上秋菊 就像是一个宿命的轮回 丁建制单方面召开记者会 针对丽天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问题 提出全面的分析报告 其实是想趁机炒热股价 煽动股东做出对丽天企业不利的决定 丽天企业的董事长念此提出反驳 这时秋菊出现了 他态度强硬地表示若有人想燃止董事会 想把丽天企业当作投机的跳板 坑害小股民的权益 那他宁愿解散公司 众人文之十分震惊 作为丽天集团的最大股东和创始人 秋菊这个定海神针出场 丁建制虽然不满 也只能信心地关闭新闻会 准备继续联合小股东搞鬼 可怜秋菊89岁的高龄 还得时刻叮嘱手下停止股票交易 然后去找一个个小股东 说服他们签下撤销委托书 把自己累到昏厥过去 只能住院疗养 尽管如此 秋菊也舍不得调养身体 因为第二天是耀宗的生日 也是公婆的祭拜日 秋菊不想放弃祭拜 念词让秋菊保重身体 坚持这些没什么意义 耀宗把秋菊伤害得这么深 秋菊何苦为他守护高家香火 可如果不一意孤行 那就不是秋菊了 他认为自己当年答应公婆 要照顾好耀宗 辅助他撑起高家 可被自己弄得香火断绝 如今只剩下他一个高家人了 还只能祭拜几年 所以他绝对不能放弃祭拜父母 邀宗不是你错了 也不是我错了 你这一切都是命 让我们流离分散 你家人 再也没机会团聚了 秋菊心心念念耀宗的八十大寿 可他的八十大寿 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耀宗的孙姓家人 只剩下一子两孙了 长孙天赐和次孙天助 天赐跟父亲郑阳一样 他是肯干 做什么都是一板一眼的 天助则是连当初的耀宗都不如 当年的耀宗好高无远 但是有真材实料的 天助属于不学无数类型 加上母亲早逝的命运很像耀宗 以及耀宗把对郑阳缺失的父爱 都想在他的身上弥补 导致天助从小被溺爱的无法无天 让他当子公司天阳实业的总经理磨练一下 他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就想着一蹴而就地发大财 以至于被丁建制设套赌输了五亿 不得不跟丁家父子狼狈为奸 瞒着哥哥天赐 以天阳实业的名义签下股东声明书 一起针对立天企业 并且挪用两千万公款的学丁建制炒股 被丁建制越套越牢 对于姗姗来迟 还送了一个破碎瓶子贺售的天助 郑阳他们是一万个不满 可溺爱他的药宗却觉得没什么的 说这是岁岁平安 随后天赐把天助揪进房间 则问他挪用公司两千万之时 天助无所谓地说拿去炒股票 自己能够还上他 天赐大怒责骂他不负责任 郑阳进来劝解 让他们注意一点环境 耀宗的巴士大寿 他只希望是安安静静度过的 天赐没有办法 只能按下脾气的不再说话 其实耀宗不是不知道天助的无能 可当年他害怕孙老爷就隐瞒真相 等孙老爷夫妇和雅婷都百年之后 他带郑阳回台湾寻找秋菊 却得知秋菊已经破产失踪 让他们母子俩错过见面的机会 一想到秋菊已经89岁了 只怕他和郑阳再也见不上面 所以他才把对秋菊母子缺失的爱 全部都弥补给天主 让他顽劣得一错再错 郑阳一想到妈妈秋菊 不禁赶上落泪 这么多年来 耀宗父子一直给医院捐助救护车 在车上写上纪念林秋菊 一来想给母亲祈福 二来是想秋菊看见后来寻找他们 可惜一直徒劳无功 跟自己的表姐求婚 并和他亲吻是一种什么感觉 是目瞪口呆的惊吓 更是35岁才有初吻的羞涩 以及掩盖娇羞的剑拔弩张 按照电视剧的俗套来讲呢 你这样被他撞倒以后 你俩肯定会好上的 你的桃花终于撞开了 胡闹 丽云赶紧否认这种扯淡理论 表示他是来谈论正事的 希望天赐能签下撤销股东委托书 在秋菊病倒以后 历天起夜就是由念慈母女来掌管 念慈夫妇忙于和丁建志斗智斗勇 说服小股东的事情 就只能落在丽云的肩膀上了 为了说服天赐掌管的天阳实业 丽云一大早就来到门口等待 得知天赐兄弟出去了 就在门口一直死等 不等到不罢休 这孩子睡成这样 还真是奇观哪 天助无礼的一脚踹翻丽云 询问他来是怎么回事 短暂的醒神后 丽云言明 此番前来是想恳请天赐 收回天阳实业在股东声明书上的签字 并签下撤销股东委托书 天赐是一脸的猛 转念一想就知道是弟弟搞的鬼 言明他会好好看撤销委托书的 丽云想把丁建志的事情都抖落出来 以此说服天赐签字 天助怕自己的事情败露 急忙把丽云强行赶出去 丽云大喊自己不会放弃 改日前来拜访 天赐早就看出不对了 也猜出缩使天助挪用公款炒股的 就是丁建志父子 天赐提出想会一会父子 想谈谈撤销股东委托书的问题 天赐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情况 便闭门不见 谁知丽云那个虎妞直接撞门 撞得砰砰响 天助无奈之下只能开门 刚好与冲撞而来的丽云碰在一起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羞涩的天赐甘大无比 让人赶紧把丽云赶出去 虽然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但丽云并不气馁 他在天赐的车上动了手脚 让天赐无车可开 之后又以送他的名秘 把天赐带到母亲资助的小学 让他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听他乖乖的讲 在丽云的一次次努力下 天赐终于听丽云讲完所有的事情 答应会在撤销委托书上签字 其实丽云的成功来自一拍即合 在几次的见面里 天赐就对这个跟自己性格很像 也很勇敢的虎妞一见钟情了 不然他可以选择打车回家 怎么可能会处处受制于人 于是在几次见面之后 33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天赐 买了首饰和丽云见面 表达爱慕之情的求婚 却遭丽云拒绝 哪有人才见几面就求婚的 羞红着脸的躲开 丽云回到家 数落天赐根本是变态 才见过几次面就求婚 丘菊和念词听了哑然失笑 丽云35岁 终于有人追他了 虽然这个人听起来怪怪的 不过却也称赞天赐有眼光 看出丽云是那么优秀 所以才会急着把他定下来 眼睫手快 这种男孩子有前途 因此丘菊希望丽云 把天赐带给他鉴定看看 丽云嘴上说着不要 却也打算让天赐来看看丘菊 与此同时 天赐去丁剑志的酒吧 想把天助喊回家 别跟丁剑志掺和这件事了 谁知丁剑志之女国灵闯进酒吧 说爷爷要组快不行了 急忙拉着丁剑志去看看要组 丁剑志不以为然 表示要组天天说病危 也没有见得那天就死了 我已经给他住了最好的病房 他给他请专门看护 我已经对得起他了 丁剑志最终还是没能下得了手 虽然他无情到了极点 但女儿国灵是他最后的软肋 这时对国灵一见钟情的天助 急忙出来打圆场 陪国灵一起去医院看看 万兴药祖并没有大事 又一次熬过了鬼门关 但国灵还是对父亲的无情感到失望 殊不知爷爷要祖这一次闯鬼门关 竟完成自己未尽的遗憾 70岁的老汉来医院看病 突然看到一旁坐着一位美女 于是便主动上前搭讪 说一看见秋菊就像看见妈妈一样 感觉好温暖秋菊哈哈一笑 说出自己的名字 耀祖一听是真的愣住啊 你还真是我某种意义的妈呀 耀祖便是当年的管家和一瓶之子 在他出生后 高老爷害怕一瓶用伤害孩子搞事 就将耀祖交给秋菊抚养 而接下来的事情证明 高老爷猜对了 秋菊拢共抚养了耀祖近一年的时间 也算耀祖的妈妈了 当年耀祖被管家带走后 善良正直地想找回母亲 与管家大吵一架地离家出走 等他找到母亲的消息时 得知一瓶早已流落街头的惨死 等他回去跟管家兴师问罪时 却发现管家因为害人太多 整天疑神疑鬼的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肯出门 尸体都腐烂成为白骨嘛 都没有人发现的给他收尸 管家和一瓶的混账让药祖很是伤心 他将那笔不易之财捐给福利社 自己安心地过日子 生下了跟秋菊作对的丁建制一家 谁知捐款的事情让丁建制不满啊 凭什么将万贯家财给福利社的剑种享受 如果不是害怕别人说他不笑 连医药费都不打算给 晚年的药祖就只有孙女国灵照顾 对此药祖也不生气 因为他认为有国灵这个好孙女 已经心满意足了 而且他认为自己的悲剧是为父母赎罪 药祖自己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找到秋菊和药宗 为父母的恶行道歉 但让药祖没想到的是 他的梦想快要实现了 快90岁的秋菊疑似患上癌症 只能住院检查治疗 再一次散步时 秋菊在医院和药祖偶遇 两人随意的闲聊起来 药祖感叹年纪大没用了 儿子孙子都嫌我碍事 整天把我往医院丢 等着我早点走 秋菊劝慰 他别凡事都往坏的地方想 别光想着身体不行了 要想这一生没有遇到重大的恨火 害自己断了手臂少挑脚的 这实在很幸运 药祖想想而笑了 称赞秋菊都快90岁了 还比我这70岁的硬朗 秋菊表示说我一辈子的苦受了不少 不乐观些怎么撑得过去 这时念词来照顾秋菊 带他去诊疗室检查 秋菊只好给药祖介绍自己的名字 让他有空来158号房聊聊 药祖听了震撼不已 想等秋菊检查完了 找个机会跟秋菊好好聊聊 可当天晚上药祖再次病危 他用微不可闻的语气告诉国灵 去恳求林秋菊来见他一面 国灵急忙来找秋菊 说爷爷想见他一面 秋菊此时才知道眼前这个老人 是自己抱过未过的小叔子 虽然只是一度的名义小叔子 秋菊让药祖斟做一点 他才七十多岁 还很年轻 药祖却表示自己已经不行了 他梦见自己的父母了 管家和一萍对秋菊表示抱歉 他们想对秋菊说对不起 林秋菊 谢谢你 养育过我 国灵 你 你别怕 爷爷走了 会 心愿已来的药祖 终究是没有撑太久就走了 想不到 我看这药祖出生 竟然还给他送一注 国灵在一旁哭得气不成声 他向秋菊表示丁家欠秋菊的 自己一定会偿还的 秋菊说想不到丁家的孩子心地这么好 让他十分欣慰 过去的就过去吧 后生晚辈都别放在心上 秋菊慈祥地安慰国灵 让国灵倍感温暖 回到家后 国灵质问父亲丁建制为什么不接电话 他打了一百多个电话给他们 丁建制却不以为然 只是一次经常性的病危而已 哪里有他们的股票重要 直到听见药祖去世了 丁建制的神色才动容一下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国灵 怒斥丁建制父子如此不孝 他们的良心不会疼吗 丁建制无奈地表示 大不了葬礼隆重一点 这样很够意思了 观念不合的父女俩 爆发强烈的冲突 国灵气地冲出去 再也不想回这个家 途中国灵差点被天赐的车撞上 国灵原性地走上天赐的车 任性地让他开车 随便上哪都行 离我家越远越好 这种大小节的脾气让天赐无奈 只好开车吃离丁家 将国灵带到海边散心 那一天一夜 天赐的儒雅随和有礼节 缓解了国灵的悲痛 也让他喜欢上天赐 可惜国灵并不知道 天赐已经有喜欢的丽云了 与此同时的丁家之内 丁建制父子完全不想去找女儿 反而催促天赐赶紧找家里要钱 因为秋菊的停止股票交易 他们的钱都被套牢了 需要大量的钱去维持股票价格 在丁建制的逼迫下 制大财书的天赐果然中几了 给家里要钱